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月28号上午 阿拉米达县府门外聚集了上百位首举标语牌的市民 人们高喊取消租客保护条例等口号 希望政府切实倾听小业主的心声 同时也对在这里进行绝食抗议租客保护条例的吴先生进行声援 end the abuse 五先生他家住在东湾 十多年前来到美国 由于当时英语不是很好 所以靠着做外卖 还有一些零工来养活一家 他勤迟捡家 吃苦耐劳 几年前五先生一家 凑出了首付买了一套房子 设想着靠打零工 核收房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 但是事与愿违 三年前的一场疫情 彻底击碎了五先生的所有梦想 他租住在五先生家里 是一户吸引人家 从疫情开始 也就是阿拉米达县租客保护条例 开始生效的时候 他就不再交房租了 那疫情的三年里面 五先生多次催要无果 甚至起诉到法院 可是租客不但不交房租 还把房子转租了出去 那拿着五先生的房子坐地收钱 五先生先后18次 他起诉到法院 但竟然被法院以保护条例为由 拒绝了18次 这18次的拒绝 让五先生 他是欲哭无泪 投诉无门 三年多的时间 房客已经欠租高达12万 那么五先生 本来就不是一个富裕之家 再加上孩子要上学 要给房子还房贷 还要担负房子的水电费 和物严开支 再加上五太太身体不好 没有工作 现在一家人全靠五先生 起早贪黑的送外卖 才能够勉强过活 一家人已经到了走投无路 山穷水尽的地步 那五先生他还表示 其实低收入群体 被保护和被善待是没有错的 但是政府不应该让小业主 帮忙去承担这些责任 他说帮帮我们这一群小业主吧 我只想拿回自己的物业 那五先生还感叹 他说 我真的试过所有能想到的方法 投诉信已经写了十几封 没有用 只有想到这一个绝食的方法 希望可以引起各界的关注 他说 我绝食没有结束的时间 我一定要等到结果为止 无奈之下 五先生决定 铁而走险 绝食抗议 那么希望政府 也能够听到小业主的声音 撤销或者是改变租贺保护条例 还自己的公道 拿回放送 我们是新岛中文电台国语台的 我们家周游热线的节目 想要跟你做个访问 我想请问一下 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你感觉怎么样 现在不是很好 我感觉很寒冷 然后饥饿 然后很累 很累 已经是第三天了是不是 是的 那你喝水什么的都有喝吗 热水什么 有喝水 有喝水是吗 那五先生你可以跟我们简单讲解一下 我知道你们很累啊 简单讲解一下 你这个经过好吗 由于绝食已经三天了 五先生非常的虚弱 他不能长时间讲话 小业主联盟的刘女士 带为我们讲述了 有关于五先生的悲惨景欲 他是新移民嘛 大概来美国不超过十年 应该是16年左右 有太太 太太身体不太好 然后他们两个英文也 也也也 他的英文就是也比较有限 所以他打的也都是雷尔工 就是差不多这样 有小孩在上大学 还要付学费 家庭负担还是百分 当然了 当然了 那个房子也是借了钱买的 要付房贷的 大多数的 大多数的 绝大多数的业主 也就是那么一个两个房子啊 哪有那么多大地主 社会媒体给公众的印象 好像大家都是大地主 就在家里坐着数钱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来的都是辛辛苦苦 攒了个头款 借了钱买了个房子 准备养老用的 或者给小孩上个大学 付交个学费啊 都是这样的普通人 这三年特别难 因为多多少少 每个人都会碰到 租客不交租啊 那当然租客也其实蛮难的 我们是觉得政府帮助困难的 租客这个是对的 这个本来社会就是应该帮助困难的人 但是你就说你就是让小业主 个人来承担这个社会的责任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社会作为整体应该存担的责任 我们并不是说在这儿说反对 反对某个不交租的租客 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诉求 当然社会应该 政府应该负担起交租的责任就好了嘛 是 是这样的 这次行动以后政府部门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目前没有正式的回应 没有 但是他因为三年以来 他已经用各种方式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也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法庭这个禁令不停止的话 法庭就没有办法审理他的案子 他也没有办法把房子拿回来 他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境 他在19年就是疫情 疫情开始之前 就起诉了 因为其实租客进去 一个月就不交租了 就很快就不交 他其实当时也是同情那个租客 那个租客的情况 其实通常也不符合 这个入住的那些这个查核 什么样的人去吃 这边都是小业主啊 都是像像他这样类似 我觉得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个受害者 都有欠租 只是就说多多少少或者好多人 他也不想把自己曝光在媒体之下 因为每个人都有隐私嘛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 那么现场上百位市民手举标语牌高谱口号声援武先生 也为自己争取权利 我听说他绝食我就觉得就来支持他 因为这个因为好多人现在变成受害者了 所以就是好多房东变成受害者了 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声音能被听见 比如说刚才有个单亲妈妈 她把房子租出去 结果她自己租了一个一两个房间出去 结果她自己要搬出她自己住的地方 她自己的房子要被收走了 她和她两个小孩都很小的小孩还要在外面受害 还有这位吴先生也是 还有另外一位 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出来支持她的 因为一个就是说对大家都有帮助 我们这个社会就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那个 就是需要经济要正常运作 然后大家都要遵纪守法 你也是小业主吗 是的 那你运动过这样的情况 我就好一点 因为我房客欠我那个我拿到了钱 就是加州的政府补助 像他们租客不配合 他们就拿不到钱 现场与吴先生有同样经历的古女士说 她自己已经60多岁了 已经退休了 她辛苦了一辈子 积攒下的房子作为退休养老的生计 谁曾想到租客不但不给房租 甚至还把古女士起诉到了法院 索赔50万元的巨款 古女士每日以泪洗面 更加是晚上睡也睡不着 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因为我看到她就是跟我们的很多接近 因为我可以说是已经退休人员 我们只是辛辛苦苦的钱 我们买了一个房子 就是当受我们的退休金 但是我们收不到租金 而且甚至于房客还烦咬我们 告我们 我现在的案子就是因为房客 他已经搬走了不交租金 已经有半年都不交租金 他搬走了 因为房客已经申请到Session 8 他搬走了三番四 但是他呢就是有一些免费律师 就是跟他们讲 就是说你可以去告你的房东 你可以拿到钱 跟很多免费律师和和起来 反咬房客 反咬房东对不起 我们房东呢 就是我们这里群组里面 总共有八个房东呢 同一个律师免费律师 告我们就是要赔50万 这个很不公平 我们想去讲的这个事 来龙去卖是怎么回事 来龙去卖是怎么样 房客已经搬走了 那有些是还没有搬走 主要就是说 现在这个免费律师呢 他在这个Alameda County 或者是欧格兰是非常有名 他主要就是说去找一些房客 那些房客的要钱 主要就是房客要钱 律师也是要钱 他们串通起来 就是他们所谓的就是 房东就是有钱人 我们可以跟房东就是去告他们 那房东就是乖乖的 因为有些是保险公司赔 有些是房东就是没有保险的话 房东是有钱 就是说他一定会赔上房客 然后房客拿到钱 然后呢 他是跟那个律师 他们共同就是等于说有好处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市长你们是有钱的吗 我们不是有钱 我们辛辛苦苦的 因为我本身是已经65岁了 我本身也是等于说受害者 然后呢我的案子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没有钱 但是就是因为我要请律师 我要请律师 然后律师也是要花钱 对方也要给 我变成说我受害者 我的律师我也要付钱 对方我的房客我也要付钱 然后房客的律师也要钱 所以我们变成我负担很大 我变成说我先生说 自从我被告以后 我一辈子活到六十几岁了 我从来没有被告过 我被告了之后 我现在变成说我有忧郁症了 每天都睡不好 然后每天都是想到这个事情 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生存下去 所以我是就是说 我把这个事情 就是今天一定要特地跑过来 要表达就是说 我们做房东的很辛苦 很辛苦 我想说我把这个案子结束以后 把房子卖掉 我不想要当房东了 真是很辛苦 很辛苦 我们不是有钱 房东他们所谓的是有钱 不是我们有钱 我们只不过就是一个 拿到一点钱 是我们的养老金 血汗钱 血汗钱 我们也是点点滴滴的 和谷女士一样 现场聚集了很多小业主 她们是感同身受 同样的遭遇 同样的投诉无门 今天她们聚在一起 共同努力 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也为自己的血汗钱呼喊 你现在看嘛 这个家族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对来业主来讲 对不对 非常的不公平 全部都是偏偏点点嘛 对不对 那我自己也是 你看现在有已经 Evasion已经排了你知道吗 可是她那个也是 她那个她的理由就是 她是单亲妈妈 还有几个小孩 五个小孩的妈妈 所以说已经 我已经拿到Default Church 可是 可是呢 她还是有 去申请那边去 Hearing 你知道吗 Hearing以后就 她说 我们的Default Church 把它塞 不塞 然后叫我们去跟她妥协 你知道吗 这个非常的不公平 你知道吗 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你知道吗 凭什么 她还是没有组缓糟 差不多也是三四个月 你知道吗 她还是你看啊 明明知道 他们不交缓糊 对不对 还有她有很多 violation 以前我们的历史里面 no animal 它没有宠物 现在四条狗 四条狗 本来就是住到 他们的五六个人 现在已经住了 好几个人 我都不晓得 你知道吗 如果是你的保护 那你是什么态度呢 这个态度的 你想想看嘛 我们也是不是说 故意的把她赶走 你知道吗 我们也是 我们以前也是防抗 我们也是理解她 可是问题是 他们非常的过分 你知道吗 非常非常的过分 天天你看 他们就拿这个 她是当前妈妈 她有很多小孩照顾 这个理由来 才对付我们 它全部都要免费的 她租了以后 她拿到的 全部都是拿政府的 她的assistant housing assistant housing assistant 它的部分你要交 她不交 她的部分 绝对都不交 所以说那边 她说六个月 她不交的话 就stop 停掉 现在停掉了 她也不付钱 你先想看看 我们能做什么 所以只有这一位行 可是问题是 你看 这边的法官也是偏袒 住客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说 把她刚住了 以后就当homeless 我们也不愿意了 除非你要交个房租 就OK 对不对 你们住那边几个 也可以了 我们也理解 对不对 有困难 经济困难 凡那些困难的话 也可以啊 可是不可能是说 对不对 这个理由来说 她说欺负我们 没有说啊 全部都是我们的身上啊 随费也不付啊 你知道吗 什么less it 她什么都不付 那我们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来参加 以后也要继续奋斗 继续犯下去 那在现场 也有不是业主的市民 他们听说 伍先生的经历以后 异常的气愤 决定一定要来到现场 来声援伍先生 我就是支持 来支持一家房东 维护房东的利益 因为我也是 湾区的一个小房东 然后我自己暂时 还没有 就是有租客拖欠房租 或者是有什么 很大的问题 不让赶客的情况 但是我听了 很多足够的 stories 然后我看到 他们也过得好惨 我觉得如果是 就是说长期这样下去 就是说这个情况 只是说暂时 不放生在我身上 但随时有可能 可能明年 可能将来 所以就把这个火苗 势头先帮助 就灭下去吧 据了解 在整个阿拉米达县 估计有32,900户家庭 拖欠了总计 1.25亿元的 被租资金 虽然政府的逼迁禁令 仍然要求租户 偿还房东 或寻求租金援助 但是租房业主表示 援助申请经常被拒绝 资源有限的小房东 可能很难上法庭 收回未付的租金 面对现状 社区非盈利组织 安居联盟 也是积极的介入 在伍先生绝食期间 他们担负起了 照顾伍先生 看护伍先生的工作 他们还派出专人 轮班24小时 看护伍先生 还在伍先生绝食的地方 安装了摄像头 以防外衣 同时还积极参与到 伍先生的诉讼当中 多方声援 齐心协力 充分体现出了 华人互帮互助 团结有爱的精神和情谊 作主是我们办的一个会员 办就是BAHN Business and Housing Network 中文叫安居联盟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我们是帮助小房东生意 而且我们是希望来维护宪法 给我们的屋主权益的 Jorge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会员 他跟我们讲了他的故事 然后说起了有这个绝食的想法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同情他 但是我们觉得绝食是会伤害他的 我们都对他的健康和安全 非常的worry 所以我们都劝他不要走那么极端的一个办法 但是Jorge他的 不知道他的故事 你们知道多少 等一下可以说一下 觉得他因为他的这个事情 他太愤怒了 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否则他已经试了所有的办法 他到法庭去试图去收回他自己的房子 他从疫情之前开始不付租的这个房客 那疫情以后 因为有这个Eviction Moratorium 也就是说禁止驱逐的这个条例 法庭把他的这个案例给推迟了 一直到现在已经推迟了18次 他两年多前就跟媒体曝光他的这个事情 他各方的媒体 他去过法庭 也求那个朋友帮忙 各种各样的办法他都试了 但是他就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能够帮助他 他也申请了政府的rent relief 也就是那个帮助房东房客 这个欠租这个情况的 就政府的补助 他觉得各方面的他能做的都做到了 可而实在是都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帮助他 他也申请了政府的这个rent relief 但是这个rent relief 没有给他一分钱都被拒绝了 所以他才走上这个绝食的道路 我们因为健康和安全的原因 劝说他尽量不要做这个事情 不过他是怎么劝都已经非常坚决了 非做不可 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们总不能看得他一个人在那 孤零零的在那受苦 所以我们办了也就这个安居联盟了 我们就召集了义工 然后号召义工捐钱啊什么 来帮助他渡过南关 那我们现在呢 召了一些义工 日夜都来陪护他 来看一下他的健康情况啊 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安全情况啊 我们是希望能帮助他 我们是希望这个Alameda County的Bord of Supervisors 等一下他们就要开会投票了 我们希望他能马上结束这个Eviction Moratorium 小区领袖程熙鹏也出现在现场 并且发表讲话表达支持 程熙鹏他表示 理解政府疫情期间保护无力交租的租客 但是这个条例再延长也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增加了矛盾 那久而久之 令租客更加没有动力 靠自己努力赚钱交房租 同时也对小房东不公平 因为我来的原因 因为是不单是George这个抗议活动 还有好多这个胡的业组很惨 所以我听了以后 我要跑过来提醒他们 因为我希望咱们都了解这个事情 这个猪客不是我们的这个敌人 这个房东也不是 最主要这个发力出来了以后 没有做得太好 因为第一 他我们保障这个猪客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除了保障他们以外 也这个房东也需要保障 很可惜他没有做得太 可是这个发力来讲 没有保障这个 他们这个Land Latter-day问题 他们还是要付银行每一个月工 还有付的地税 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讲 这个太辛苦 尤其是不可能发生 我们已经还有三年的时间 是太长 所以我希望他们要在 继续这个Moratorium 都可以 但是除非他们跟银行谈好 说不能这个没有foreclosure 也不要这个月工 也没有付这个地税 可以 要不然的话 所有这个Property Owners 基本上就不可能来 这个支撑这么严重的负担 你看这样 好多的都是比较 有些这个 有这个孩子的 这个妈妈 担心的妈妈 还有这个handicap 什么都有 老人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Counted Supervisor 能这个决定好 把这个Moratorium 这个修改 又不是修改的话 最后是完全把它推翻 是最好 那么据了解 美国暂停驱逐租客令 最初是在2020年9月4号 开始实施的 由于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发布 那么这项暂停令 旨在是防止 由于新冠疫情 而失去收入的租户 被驱逐出租房的市场 并为他们提供一些 经济上的帮助和保护 这个命令 一度延长到了 2021年的6月30号 随后在2021年6月24号 再次延长 加州阿拉米达县 暂停驱逐租客令 最初是在2020年的3月24日 开始实施的 当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该县发布了一项紧急命令 暂停了所有在疫情期间 因为无法支付租金 而面临被驱逐的租户的驱逐程序 该命令一度延长到2021年1月31日 随后又在2021年1月26日 再次延长至今 记者28号晚间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阿拉米达县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 恢复驱逐租客令 暂停驱逐租客令 4月27号结束 据了解 在疫情期间 加州为了租客提供了以下几项 具体的帮扶措施 第一项是暂停驱逐租客令 加州政府发布了紧急命令 暂停了在疫情期间 因为无法支付租金 而面临被驱逐的租户的驱逐程序 第二项是租金补助计划 加州政府推出了一项租金补助计划 为因疫情而失去收入 无法支付租金的租户 提供财政的援助 该计划提供了长达12个月的租金的补贴 最高可以达到1万美元 第三项是住房保护和预防计划 加州政府还推出了一项住房保护和预防计划 是为疫情影响无法支付租金的租户 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的帮助 这项计划提供租金补贴 紧急住房法律援助等的服务 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 包括加州政府还颁布了一项紧急命令 禁止房东在疫情期间 对因为无法支付租金而拖欠租金的租户 进行信用评级 索取质纳金或者是罚款等行为 此外政府还要求租户和房东 在交流的时候 保持开放、透明和合作 共同解决住房的问题 截至2022年底 加州租户欠租情况仍然是比较远均 但是具体的数据因为缺乏全面的统计 也因为疫情的不断变化 随时在变化 那么根据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 发布的数据 自2020年3月以来 这个部门已经为超过13万户加州住户 提供了近2.4亿元的住房援助 帮助他们避免被驱逐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租户都得到了帮助 此外也根据加州租户权益组织的数据显示 在疫情期间有超过100万的加州租户 因为没有办法支付房租而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其中许多人可能仍然处于欠租的状态 那么租客的房租真的要小业主来承担吗 在疫情期间 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上升等因素 许多租户无法支付租金 这对业主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压力 然而是否要由业主来承担租客的房租负担 那么这个问题也一直无解 是的 那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业主都是富有的人 或者是大企业 许多的业主他们也只是普通老百姓 只是中小型的业主 甚至是很辛苦了一辈子才积攒下来的房子 出租作为养老金来使用 他们可能拥有的是一两套的出租房屋或者是公寓 这些房屋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因为租户无法支付租金 这些业主也会面临财务的困难 对 其次政府在疫情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 支持租户的政策和措施 比如像租金补助计划 暂停居住租客的命令等等 那么这些政策和措施 可以缓解租户的经济压力 从而减轻业主的财务压力 最后业主和租户之间的租赁合同其实也需要遵守的 如果租户他无法按照合同支付租金 那业主可以采取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业主也可以与租户协商制定分歧付款的计划 或者一些更灵活的付款方式 以减轻租户的负担 同时也保护了自己自身的权益 是的 因此应该采取综合的措施 来缓解租户的经济压力和业主的财务压力 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共同承担 对疫情造成的住房危机所带来的挑战 好 今天的加州热线节目来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广播与电视并基直播 如果您错过了直播 也可以下载星电视APP 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在YouTube频道 搜索STV星电视频道 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